教育部及所属机关 够学校公务人员交代条例施行细则 第一条 本细则依公务人员交代条例 以下简称本条例 第二十条第一项规定定定之 第二条 教育部以下简称本部及所属机关 够学校首长主管人员及经管人员之交代 或机关够学校分立裁并办理交代时 除本条例令有规定外 依本系则规定办理 第三条 本部及所属机关 够学校首长交接代 由各该上级机关派员兼交 本部及所属机关 够学校主管人员交接代 由本部及各该机关 够学校首长派员兼交 经管人员交接代 由本部及各该机关 够学校首长派员会同 该管主管人员兼交 一阶事项尚未和结成报前 兼交人员他调职务 或离职至无法行使兼交职责者 得臣请令行指派 第四条 本部及所属机关 够学校首长移交应造具下列清测 一 硬性清测 二 员工名测 三 会计报告 四 现金 票据 有价证券 公库及银行存款清测 并付以交日之银行专户 存款证名单 如该单截存金额 与交代日账列金额有差额时 应加付差额解释表 五 未办或已办未了之重要案件清测 六 当年度施政或工作计划 业务计划及其进度表 七 财务事务总目录 八 其他有关本部及所属机关 够学校业务应行移交事项之表测 第五条 主管人员移交应造具下列清测 一 单位张戳清测 二 未办或未了之案件清测 三 财务事务清测及总目录 四 其他有关主管业务或财务应行移交事项之表测 第六条 金管人员移交 应就金管业务、事务、财务等编造移交清测 第七条 后任首长、主管人员及金管人员接收前任移交清测 在规定捷报期间内 尚未捷报及行卸任者 得将前任交代案连同本任移交清测 以并移交其后任接收 后任首长、主管人员及金管人员接收前任移交清测 已于规定捷报期间 尚未捷报即将卸任者 应将前任移交按付据未捷报原因先行承报 并办理本任移交手续 第八条 本部及所属机关 够学校首长移交清测 应编造仪式三份 送交新任人员会同兼交人员盘查点收 加盖印章 以一份存本机关 一份含付移交人员 一份含报其上级机关核定 第九条 第五条 第三款规定之财务事务清测及总目录 各机关 够学校移交主管人员应编造仪式三份 送交新任人员会同兼交人员盘查点收 加盖印章 以一份存本单位 一份含付移交人员 一份会成机关 够学校首长核定 金管人员移交时 应具备之清测 比照前项规定办理 第十条 本部及所属机关 够学校首长及主管人员移交之财务事务总目录 应分别以所属主管人员及金管人员编造之财务事务总目录 及清测 会总移交 不令会编 本部及所属机关 够学校首长移交之财产总目录 应加会节制交代月份前一个月之国有财产增减节存表 第十一条 本部及所属机关 够学校首长交接发生争执 应由移交人或接收人会同间交人 您事实并拟据处理意见 承报其上级主管机关核定 主管人员及金管人员交接发生争执 应承报本机关 够学校首长核定 第十二条 各级人员应依本条例规定之期限办理移交 接收及承报 如确有特殊情形不能依线办理完毕时 应事先详述理由承报上级机关或承报本机关 够学校首长核准展期 其展期不得超过一个月 第十三条 各级人员移交 除以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指定代办移交人员 并承报各该移交人员之上级主管核准外 应亲自办理 第十四条 各级人员移交之财务事物清测总目录 如今发现错误或不清者 移交人员应致迟于接或通知一个月内查明不正 或含附说明 如于其不照办 得退回其错误或可移之清测或总目录 并会同间交人员 报请上级机关或本机关 够学校首长核办 第十五条 本部级所属机关 够学校首长移交 主办会计 主计 人员 应将任内收支账目截至交代日址逐项节总 并编制各项会计报告 移交新任接收 第十六条 各级人员移交 除上级机关指定外 应在原刃所办理 第十七条 各级人员移交 应依本条例规定之办理移交日期 将任内经管事项移交完毕 届时人为移交或移交不清者 应由新任人员会同间交人员 报请上级机关或本机关 够学校首长处理 上级机关首长或本机关 够学校首长 对于前项情形 应及依本条例第十七条之规定 指定日期 则令人员一线移交清楚 与其移交不清者 依法令规定程序 含报本部一副陈戒 第十八条 本系则自发布日施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